多謝樂師會 作為一個校監 我自己很高興 同學能夠真的可以參加 這麼有意思的活動 其實同學能夠出來 表力自己其實很艱難 所以很欣賞他們 第二其實我沒有做區議員之後 其實有一份工作 就是簡中做一下自由風的主持 其實在過去這六個月裏面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如果那天晚上談的問題 其實是和縱緩有關的 自然就會有很多很多電話 你不用吹的 它就不斷打飽機打進來 打進來講些什麼呢 其實根本上是表達著一些的偏見 它會怎樣說呢 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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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家四口 它們拿一萬元縱緩 通常去到這些時候不只是很興奮 你見到嗎 你親眼看到它們拿這麼縱緩 一萬元嗎 是不是一萬元你見到的 不是呀 人家說一下嘛 一路一路下去 你會發覺 其實大家對縱緩人士的偏見 那種歧視 似乎已經根深蒂固 那我就會利用大氣電波 希望利用輿論這個層面 其實我通常會講這些話 我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很包容 很有愛心 很有關懷的社會 其實在什麼時候開始呢 我們變了呢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事實 我們就會認為人家是懶 人家不做事 人家一家四口 如果他們在拿一萬元呢 當然其實在縱緩制度底下 其實我們都要去完善發很多細緻 好像剛才和我拍的《節力更新計劃》 其實如果真的令到它可以脫貧 可以脫離縱緩 可以真的有人僱傭 其實這是最好的 但事實上為什麼不行呢 其實這些我們應該要求政府檢討 我覺得如果香港要進步下去的話 其實我們必須要消除這個歧視 必須要關懷所有的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